新型冠状病毒 澳洲疫情动态 联邦政府正在考虑为澳航和维珍航空提供资金 以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保持国内航班运营 政府即将签署一项价值数千万澳元的计划 以保持航空公司的运营和票价的可负担性 造成澳洲700例确诊已经18例死亡病例的红宝石公主号的零号病人 有可能是邮轮的一名乘务员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专员米克夫勒说 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机组人员在厨房工作 并向乘客提供食物的时候将病毒传播了出去 今天早晨 在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北部Keybron的一个Telstra通讯塔上 被发现有种族歧视者悬挂了两面写有侮辱性语言的中国国旗 以及一面纳粹十字旗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旗帜已被移除 很难相信2020年的澳大利亚还有人会升起纳粹的旗帜 那是一个代表着种族主义屠杀行径的恐怖意向 澳洲右翼极端民族主义一旦抬头 无疑是对所有在澳华人的威胁 在疫情期间 澳洲不断发生歧视华裔或亚裔的事件 例如近日 在悉尼的Westfield商场 在Telstra门店前 一名女子对着一名戴口罩的华人员工破口大骂 滚回中国 我可以让你的这家店立刻倒闭 类似的种族歧视事件还有很多 澳洲人权委员会专员Chinton表示 委员会近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对亚裔歧视的报道 这场疫情深深地影响到每个人 并且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 让亚洲和其他不同背景的人们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甚至是面对暴力和其他犯罪形式的虐待 辱骂 塔州一夜之间新增17例确诊病例 随着塔州两家医院的疫情越发严重 约有5000人被迫在塔斯玛尼亚州西北部门里 西北地区医院和西北私立医院今天早上关闭 患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在塔斯玛尼亚州的144例冠状病毒病例中 有60例与医院爆发有关 而42例是该机构的医护人员 维州今日新增13例冠状病毒病例 使该州的总数达到了1281例 目前有26人住院 在确诊病例中有669名男性和612名女性 有122例确诊病例为社区传播病例 在过去24小时内 南澳洲仅记录了两例新的确诊病例 这两例病例分别与Ruby Princess油轮和澳航机场的感染群体有关 该州目前总确诊人数为431例 其中14例在医院接受治疗 西澳今日新增6例确诊病例 其中5例来自油轮 另一例与海外旅客有关 西澳洲卫生部长罗杰库克表示 西澳洲只有持续保持非常低的病例数 才能大幅度放宽社会隔离规则 据了解 现在仍停留在西澳福里曼特尔港的 阿天涅邮轮将在本周末离开西澳海域 截至目前 阿天涅邮轮仍有数十例确诊旅客 在西澳的医院接受治疗